他们什么都有做到 一张一张照片在LED看板上轮播 这是卢族区顺心里里长向公所争取而来的设备 除了可以宣传社区活动外 也能将关怀趣点的成果秀出来 让民众了解社区有趣的活动 我们理念的一些事情应该让市民知道 所以我就向我们区公所跟我们区长那边要求说 我应该做一个看板 让大家知道 不然大家都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我们这边到底在办什么 所以刚好我们据点某个地方做出来的东西 阿公阿嬷看了又很高兴 让他们说你们今天来这边做什么 回去的你的儿子会问你说 你到底每天去那边是干什么 后来我们装了这个他们真的蛮高兴的 把所有的一些庙里公庙有什么 我们都会把它规划出来让大家看得到 由于社区居民多住在高楼大厦中 里内大小是要宣传管道有限 然而设置公园看板除了宣导作用 也能将社区举办的活动放上来 而看板设在公园旁也能让前来休憩的民众看到成果 当然是有比较帮助啊 对对对 帮助什么 就是知道 对啊一些这边的设施跟活动啊 就是最近发生这边有什么活动跟 对就这样 小小的顺心公园有运动器材 凉亭还有小朋友最爱的游乐设施 加上LED看板 长辈也能多一个聊天的话题 民众休闲时也能顺便看看社区活动 活络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接下来吴永春 讨厌报道